人用的立巴尾林和偷包 对着小鹅温打的 打了1.2 现在这个温度天气比较炎热 就是温度不好控制 一定让你的鹅屎干热 而不是潮湿的那种热 进气有点闷热 绝对不要这种 所以说你的鹅就会枪毛枪吃的 湿脖子湿 后背湿 枪毛枪吃的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开始 喂料就要有要求了 小鹅打热小鹅 用料就一定有要求了 咱们去用料 就是我们用料一定少上勤上 少上怎么上 这是我最说的要点就是说 上他吃2小时控3小时 或者吃3时控3小时都可以 怎么控呢 早晨我比如说从点开始上一天 早晨我上2个小时的料 吃完2小时控3个小时 再上2小时料控3小时 再上2小时控3小时料 到晚上上完以后控3小时 到第二天早上再上啊 就晚上要多控 晚上为什么要多控 因为他晚上主要是排 排他这个尿酸眼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啊 让他这个控料 控料时间 我是这么控的啊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说法 参考一件 养额最基本的就是说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最普通的药去养这个额啊 不要听听谁推荐啥药 或什么要说好使好使 因为我又试了一下 开口药不怎么好用啊 没有之前的效果要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要求自己的东西 想好把这个才能把这个额养好 不要听谁说推荐什么什么什么好 新出产品都说好 但新出产品都是贵 为什么 割咱们韭菜 收割咱们跨兜里的钱往银兜里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把这些问题想好看好 把自己的额怎么去才能养好才能赚钱 包括现在的行情这么低迷 怎么挣钱呢 那就存活率怎么上去 怎么省钱 怎么节约成本才能挣着钱 对吧 我们下期见 什么叫温度 这叫温度 因为它横着爬着啊 所有小额不说话的情况下 它是横着爬着的啊 正是爬着 这叫正常的温度啊 看好 我这痛苦绿的啊 小妻今天第10天了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啊 每个人养鹅 100个人养鹅 有100个样 100种方法 我说的是 我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我自己养个什么这样的状态 而不是会让你去我们躺着也种枪啊 我跟谁谁谁 我养谁鹅什么样 跟谁谁 我喂他鹅 为他要美好时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根据你自己家鹅 生长环境 生长的状态 包括你人为的管理状态 谁说啥我就信谁 谁说啥我就听啥 这个也根据你自身的鹅的状态 去用药 去用药的药量都有关系啊 最好在你当地找一个兽医 为什么呢 有时候解剖啊干什么啊都方便还好弄 对吧 我看到我哪条视频都底下的评论 又是怎么口罩不带又什么疫情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以本小姐本鹅娘娘 养殖没有任何关系 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干农业的人一个养鹅人 你在你那样评论你感觉有意义吗 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不要在我的评论底下 烂捧这边下评论最后都过了 想知道我养鹅状态 包括养鹅这些知识的人 根本都看不到就平地掉了 对不对 斗爸爸对咱们这样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我还不是那种说 露个腰啊 露个背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以那种诱惑去看 拍视频我都是以支持农业角度去拍的视频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这小哥就是我在鹅棚里吧 他就是这状态的离我有一点点远 正常这帮小哥跑来跑去 这是他最乳子的时候 听了吗 家乡用语啊 乳子 你看你们懂不懂 你就知道小哥啥状态 不懂 私信告诉我啥意思啊 你让我相信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爱情 我想请着你 你疯狂做谁 能够飞一手头才是爱情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羊鹅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 天气预报来看 现在这个阴雨又连续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岩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羊鹅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啊 天气预报来看 现在这个阴雨又连续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岩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说一下啊 所有人都让我去分析一下行情 看看啊 草场里往回赶额了啊 比较壮观 但是我说一下啊 行情是不可控的 就是市场行情是没有人可控 之前我就说你们养额 好好养 没问题 你现在额价上了 你没额 你行情好像也没额 行情不好 好像也有额 你要是按照正常行情来讲 你一直养 就是我也不断 每批都有的话 你想行情这么好的话 你能没额吗 对吧 你不也是正的钱了 有赔就正 正而不要考虑 你说哎 行情你看哪 谁算你得准 没有人能算准了 谁能算准他不养额呢 说行情的人自己从来不养额 你记住这句话 养额人从来不关心行情 真正关心行情的人很少 如果是你要关心行情 就是我想养额 我想关心行情 那不好意思 你肯定赚不着钱 好的行情你赚不着钱 开始放小鹅 虽然说下雨 但是离场地近 也不害怕 因为只要一喊 他就都回去了 现在正好有水 他还爱吃呢 是吧 都过来了 喉喉的后边 大部队马上就过来了 还有啊 现在也有好多养殖户 跟我就是探讨 也是一种说辞吧 就是你看啊 鹅是涨价了 你没发现吗 料也涨价了 饲料涨价了 饲料涨价了 鹅苗也涨价了 最后坑的还是养殖户 但是我说啥呢 只要你把鹅管理好养好 就是别让别无缘故地 让别人割韭菜 还有一个原因 你成活率你把握上去 而且你要坚持住 不要让说的 谁谁割谁韭菜 谁都可以割谁韭菜 发肠有时候养殖户 你不也割一发肠的韭菜吗 发肠有的时候 你不也是额价高 你不也得去宰吗 杀吗 你不可能就是说 也不宰不杀了 对不对 这个晚上行情 谁也控制不了 包括整个市场的循环 谁也控制不了 你只是你得杀下心理 看你干啥 干还是不干 一二三 走 星星秘密 你寻不到 过着的症迹 都市的拨有路太阴 才不出足迹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乐 今夜我还在静静的唱着 不用为什么 请别在乎我 至少我不会让自己难过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乐 今夜我还在静静的唱着 不用为什么 请别在乎我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活 我要快乐 哎呀 该起床了啊 宝珍们 你们谁家 帮我指点一下 我这个简易的采钢房 怎么能让我有衣柜 怎么能有一个温馨家的状态 给我设计一套 帮我装装修 而且还 你们谁有不用的 简易的棍 可以 送我这里来哦 还有就是 谁能告诉我 在东北 简易房的采钢瓦 用什么样的取暖 能过冬 多多指点 多多提前 评论区里 见 自嗨模式开始啊 放鹅 就是好多人 现在鹅架长了 又开始说 我得养鹅呀 我得进苗了 我得 现在鹅苗也是供不应求了 但是你想想 鹅苗在长 料也在长 现在虽然说鹅跨入十元时代 但是我也是 建议啊 因为它有一定的周期性 所以说呢 三思而后行 养鹅 鹅能吃 您都古话讲 就是 夹趁万斗粮 不养长不而进 自己一定要 选好项目啊 看好 再养 还是不养 怎么养 看看我这个大鹅 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啊 上好了 上好了 但是他不怎么爱吃 因为早晨咱们空料吗 说五小时这也不能吃料 打完这以后上完料也不爱吃 你看他就老是在那趴的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 保证几下几点 记好了 第一不能让它去堆 保证温度的上升 刚开始一定在打针之前放风 让它凉一点 因为会来回跑来回跑 会出汗热 一年就太大了 降温完事 打针过到一半以后 马上这边就开始升温 升到让它在平枯在这个铺上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额体感 额的最佳的舒服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你的打针会忽冷忽热 它会有应急 晚上后半夜 争取再放点抗病毒的 管感冒的药的上一遍 给它上三天 这样就防止后期的感冒了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吧 就包括这个冷热引起的这些感冒 都可以预防一下啊 还有这些带节奏的啊 你们不要带节奏 我不比那些 你们老举报我干啥呀 你说天天举报我有啥意义吗 我不比坦兄弄位的好多了吗 我是讲一下 因为我们回家创业的这种坚信 包括我养个的这个过程 讲讲我的生活态度 我不比那些天天跳个舞了 扭个屁股了 我腰了 不强多了吗 我只是讲了一些有用对农业发展 包括乡村里边你想养殖想干这个事业的人一个提醒 一个帮助 而且我这个都是义务的 但是你们说这些东西老是给我带节奏 明天我会给你们发我的小额 今天这不是这边做的那个 这不是就算老三吗 那边还有老四 明天给你们发发老四的状态 让你看看 然后我再发点种额 让你看看 我是一个厂子 不是我说的 我到这拍点视频就走了 到那拍点视频就走了 我也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料厂 我只是一个合作社 是养种植合作社 你可以查一下我 都会查 我到底是干啥的 不要带这些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还举报我 有意思吗 我说的这些包括给以后的 年轻的人想返乡创业 打个标杆 我们一定要热爱农村 不要让农村成为空村 老年村 这是我最大的宗旨 所以我在这边 我建了两个厂子 一共12栋大棚 每栋大棚有300米长的 有120米长的 有70米长的 一共是12栋 所以说你们不要给我带 这些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任何人想来我厂区学习和 看额 包括想要干的 不要你养个三只五只 十只八只 三百五百 你也来找 我们没有那时间去给你 因为你几百只额 去服务这些东西 我们服务于 真正想干事的 干大事的 把农村发展好 要农村的 年轻人回村 有工作 这是我的宗旨 也感谢大伙的关注 谢谢你们 这个额是我家的老四 大伙想跟我要流程的 要养额的这个流程的 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 用手写的一个小草稿纸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 最后方 记住了 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我暂时 包括以后 在养额方面 我绝对包括 我的养额技术和支持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 不会收费的 不会收费了 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有的东西 要根据当地的小额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 涂菜场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是说 我跟你品种 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 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 去养那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 因为这个鹅 你就记住 你开奔驰宝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三轮出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 展示标准化是很难的 展示也做不到 我一会儿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 父母 我这种鹅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 不是每个人 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我只能说说 只要一套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宗旨 马上给大伙去看 总的父母级别的 总的看吧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 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的三花种鹅 想养种鹅的也可以执行我 想养肉食鹅的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 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的种鹅 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 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 关闭和倒闭都想养育业 但是我劝你 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像咱们说的 你吃饭 你还有咬舌头 咬腮巴巴的时候呢 你鹅 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 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 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你还有咬牙 碎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毕竟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 外边一半 因为那个他都四十多天了 还有几天就还有个二十多天就出栏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五五跑 他比我就是怕生 热生 还有你最近小养额的一定要慎重了 因为马上快到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能有一批 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一大伙 新养的养殖库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额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雨水高发期 所以说我的提醒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 去对养额知识和养额时间来讲 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 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额的一个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草受药 包括中间商去割老百姓 那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把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 帮我多点点小红心 多多关注 下一颗粽子大啦的大啦 这个额是我家的老师啊 大伙小跟我要流程的啊 要养额的这个流程的啊 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又手写的一个小草稿纸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最后方 记住了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啊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我暂时包括以后 在养额方面 我绝对包括我的养额技术和知识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不会收费的啊 不会收费的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啊 因为你们有的东西要根据当地的小鹅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屠材场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是说我根据品种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去养那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啊 因为这个鹅你就记住 你开奔驰宝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三轮出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展示标准化是很难的 展示也做不到 我一会再去给你拍拍我家的父母 我的种鹅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啊 不是每个人 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我只能说说只要一套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一个主旨 马上给大伙去看 种鹅父母级别的 种鹅看吗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店三花种鹅 有想养种鹅店也可以执行我 想养肉食鹅店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的种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 关闭和倒闭都想养鱼业 但是我劝你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像咱说的你吃饭 你还有咬舌头咬塞帮的时候 你鹅养鹅更是一样 不要问我好养不好养挣不挣钱 你根据你自身条件 自身情况能不能干 你天天吃饭 你还有咬牙塞牙的时候 你就别说养殖了 毕竟他是给你赚钱的东西 而不是是必然的东西 我再给你录一下我家的老三 马上 这个后边就是我家的老三 我家老三有点怕人 就是棚里一半外边一半 因为他都四十多天了 还有几天 还有个二十多天就出来了 所以说不敢到跟前去 挖挖跑 因为我家这边是啥呢 水线和料线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说我们不敢上跟前去 一去勿跑 他就是怕生 人生 还有你最近小养额的 一定要慎重了 因为马上快到 你在现在定苗的话 还能有一批 一批苗可以好养一点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建议大伙 新养的养殖户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因为七八月份是最不好养额的时候 疾病高发期 雨水高发期 所以说我的提醒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我 多多关注我 把我的视频帮我推上去 我将不会以收费的形式 或者以各种名义 去对养额支持和养额时间来讲 去跟任何人任何事情去收费 我也希望短视频平台 借助短视频平台 把我所认知的东西 把我所养额的经验 传授出去 让大伙更加认知一个养额的一个基础知识 养额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不让所有的包括料草 受药包括中年商 去割老百姓那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不要让他们把这把韭菜给割的 连根都不剩 谢谢各位了啊 帮我多点点小红行 多多关注 我这边的小额今天是第七天 第八天了 也是进入危险期了 你记住啊 所有的额 我还是啊 状态放到最后的 包括养额的流程啊 包括怎么预防痛苦的流程都放到 视频最后发有个 写了一个小简易的那个流程啊 但是我这个流程也得跟你说一下啊 所有的流程里看你额的状态 根据你额的情况而定 不是你固定这么做就得这么做 额要是不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可以这么做 一旦有突发状况这么做就不行 比如说现在这个碰碰现象 那好 一旦得了 有可能你就不要用药了 必须先知痛风 把痛风搞好了再搞别的 要不你会加重它痛风的病发率 死亡率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看好自己额的状态 温控一定控制好 温控 这个温控控制好是额的体感温度 而不是咱们温度计的温度啊 一定控制好七天 这时候就是说我一般的五天 打个小问跳一遍就开始天天每个跳了 残鹅小了弱的你就跳完以后弄一边 你也可以高一边痒 也可以直接不要也可以都可以啊 自己一定要想好这个不是舍不地啊 一定要舍得地 不舍不地就是浪费你的资源浪费你的钱 浪费你的财力 人力都浪费啊 还有所有的朋友 不要私信问我啊 呃咋样咋样 私信以后我不回了 评论区里见 你有什么重要问题 评论区里见 或者说我每天直播的时候 你来直播间也可以听也可以看也可以聊 咱们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或者说我的经验而谈 包括我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可以来听一听 呃也可以问一问 因为私信太多我回不过来 我也看不明白 因为私信里边有太多 呃重要和不重要的 有的没的的都说 所以说我不想回了 所以说你们要来晚上 我每天晚上都直播 不间断的直播啊 不定哪个时间段 在直播的时候我会提前预告一下啊 呃也谢谢大家能晚间能来到我的直播间 咱们互动 想法怎么能把鹅养好 咱们能把钱赚到手少赔钱 嗯多赚钱 包括大鹏怎么建啊 温度多高空路都高 我我现在为啥看也去看着这个小鹅 这小鹅因为危险期了嘛 开始进入危险期了啊 进入危险期的每一天都要观察每个 每两个小时三小时 必须近方看一下鹅的状态啊 呃谢谢大家关注啊 有想养鹅 或者想咨询鹅方面的所有知识 包括建篷的知识 晚上来我直播间 半生风景半生梦 用粉丝宝们的要求我做了这期视频啊 但是我要留作业的啊 呃我这期视频做完你们看完以后 晚上9点咱们在直播间提 你所看到的问题和要求我们互相沟通 找到更好的经验 把鹅养更好成功率更高 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啊 希望你多多关注我 多多点点小轰心 人气走起来 就是网床是怎么搭电的 有多高多宽 网有多大 这是二一个是水槽的 用什么样的最省钱最方便 而且呃用的又是经济又实惠 呃因为我这边也是在浴厨嘛 所以说这边的呃用的是最方便 最经济最实惠的 还有我还是将小鹅1到17天的整个的流程 放在视频的最后方 您可以看一下 再有一个也根据鹅的状态 不要全身心的把我这个流程没有用 你根据鹅的状态随时可以更改 随时可以改变的啊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看我这网床啊 网牙有多宽 呃床有多高啊 我这是 呃地面是50这个柱 就这个柱到这个柱是50高啊 50高 根据你地面平不平 你地面的话我这底下是土地面 这个面你可以根据那个上面你超平一下 有高有低 我这边这个是最标准的50的高度啊 下边是竹床看见了吗 下边是竹床 底下是用的那个钢管搭的架子 上面搁的那个竹床 竹床是多宽的呢 是长是3米宽是50的啊 这是竹牌的宽度啊 你剩下就根据你的大棚的宽窄 来调解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往床的是我这是0.6的 0.6的你也可以高0.8的都可以 但是越小吧 大了它分辨不爱往下下 但是不爱扛鹅腿 大一点扛鹅腿小的时候看重一点 鹅苗小的话啊 水桶上面有铺漂自动水线过来 下来以后看到吗 用这样的水管 这样的水管就是比较好清洗 好了小鹅喝水还容易满足 就所有的都可以够用 这就是下水管啊 那个是这个小细的下水管 大了再换粗的 小鹅的最佳状态啊 大伙所说的刀毛啊 我这也有刀毛的 看见了吗 都有 这个东西避免不...